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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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我就想給同學們說一下 南京有一個作者 叫納益 也是一個研究生 他給我寫了一篇小說 叫開門 把門開開的開門 這小說我看了以後 真的是非常感動 故事很簡單 講什麼呢 單位裡面有一個非常正直 非常老實 非常忠厚 領導交給他的任務 百分之一百完成的 沒有二話的 那麼一個人 有一天領導交給他一個任務 叫他開車送二十個人到個地方 前面就交代過了 他這個人是領導交給他任務 肯定百分之一百完成的 那麼當領導把二十個人交給他 所以告訴他送到什麼地方 不管途中發生任何事情 你都不能開門 就要再清楚吧 非常清楚 那麼一個兩個三個 到第二十個人上去的時候 這個人呢 就是和送他的領導握了握手 就是說二十個人裡面 其中有最後一個人 上車的時候和送他的領導握了握手 然後還調皮的說了一句什麼話 那麼上去門一鎖 領導和他再見了 然後呢他就上路了 很遠等於上海要送到蘇州 天很熱 三十五度 那個老生就開車 開車他就記住領導說不能開門 他使勁開 畢竟路很遠 上海到蘇州要一百多公里 開到五十公里的時候 後面就敲門了 啪敲門 一敲門 他第一意識就是說不能開門 領導說過了不能開門 對不對 那肯定是不能開門的咯 那麼他就開 開到七十公里的時候 門越靠越響 而且哇啦哇啦叫 他想到底什麼事情呢 門可以不開啊 我下去聽一下 怎麼可以吧 結果他就靠邊了 靠邊以後他後門 隔著那個窗 那個鐵柵欄 他就看 哦 剛才上車的是最後一個人 就是說第二十個人 跟他講了 他說 你開開門啊 他說我要方便 他說開那麼長時間 天日熱我要方便 難受死了 誒 這個是個新問題 然後這個老三人呢 誒 他說領導不能開門 當時這個人要方便 這個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誒 當時他馬上一次到 他不能開門 領導光照的 肯定不能開門的 那麼他就回去了 要開車去了 但這個人一敲門 一定要方便 他就覺得 哎呀從人性來講 你如果 如果不給他方便 那好像有點過不去 對不對 而且他在想 他的回憶 剛才就是說和領導 送別的時候 這個人還和領導握手 好像還很熟 而且這個人現在就跟他說 他說我是什麼什麼人啊 這十九人都是我送的 他說你應該開門啊 什麼什麼 他聽到這個人這樣介紹以後 然後他再回想剛才 他和領導握手的一散了 他覺得 這個人 這個人和十九人還是身分不一樣的 對吧 他和領導熟悉的 不像前面十九人 就扔著他往裡面走 這個人熟悉的 和領導握手 他說他是送的 我肯定那就是 他就開門了 他就開門了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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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了 他就看著他 他就下了路基 到了一個 到了人看不到地方 他就方便了 方便然後呢很正常 一切都很正常 然後他又回來 又上車 他就把門數好又繼續開 然後開到八十公里的時候 後面又敲門了 然後又關往敲門 因為他開過一次了嘛 開過一次很正常很太平嘛 那麼他覺得 大概又有誰方便了啊 他那時候已經覺得 人要方便的是很正常的 他就下來以後 他就一看 又是那個人 又是那個最後一個人 他說 你開門開門 他說 還有幾個人要方便呢 那麼他就 他覺得 哦 人要方便的是 那是應該的 然後他說 好 他說你給我看著啊 我正好肚子餓 我到馬路邊上那個小飯館 我就吃一碗餛飩 那他就把這個十九個人的 這個看守就叫給了 第二十個人去看 他就到裡面去吃餛飩去了 我就吃得很快 這個餛飩很燙 他就抓緊直接 趕快吃了以後趕快趕路 結果當他一碗餛飩 吃了一頭汗 趕到車子裡面 發動車子 要上路的時候一看 大門洞開 一個人都不見了 二十個人全部不見了 那時候他就想完蛋了 這領導交給他的任務 他完不成 他犯錯 對不對 人家一再關到他不能開門 你現在開了兩次門 結果人都不見了 這個作家 應該說寫到這裡位置 是沒什麼意思的 這邊有時候看到這裡 其實是沒什麼意思的 你說明什麼呢 說明一個老生人犯錯誤 這種根本談不上的 根本談不上小說的 對不對 一個老生人犯錯誤很簡單 對不對 但是這個作家 妙必生花 畫龍點睛的 那個一句就在後面 我不知道你們能猜到 猜不到 我是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是不知道後面 他解決怎麼樣 我看到這裡這個時候 我覺得這篇小說很一般 我總把他退了 但是 後來 峰回路轉 這老生人做錯不老生的事情 這老生人後來就開車 第二 開到火車站 開到火車站 人山人海 外地到上海來打工的 來照聘的 全國各地來的 正好找不到工作 大家都在找工作的時候 他就車開過去 然後 站在車邊上 大聲高呼 我們當會招工 不要多二十個人 他也喊 人家求之不得 很多外地到上海打工的 不是說到上海啊 就是說到小說裡面 故事裡面的 這個地方打工的人 正找不到 沒地方去 沒地方坐 沒地方吃 現在有一輛車子來 還有坐 還有車子送 大家蜂擁而上 但是他說 不要多 排隊 就二十個人 到了二十個人 上去以後 他把門一關 他繼續上路 這個是他的高明之處 這個其實很深刻的 同學你想想 不管前面是這些人 是正常的 還是非正常的 是冤枉的 或者是什麼迫害的 我們且不說 對吧 你哪怕當前面不正常的人 那麼你後面這個人 二十個人應該是正常的吧 你把正常的人 弄上車 把他當成不正常的人 送走 這個就是這篇小說的 他的思想深度的體現 他不是說我們要罵 他不像有些作家 有些作家寫文章 就是罵人 很粗魯魯的罵人 這個是很低解的 好多作家 他要來說 說一種 一種就是狀況也好 一種政策也好 一種不合理也好 他不是來罵你的 也不是韓沙攝影的 他就通過小說的一種情節 一種人的一種行為 來讓人家體會 我現在這樣說大家體會了 前面二十個人不正常的 他送去 那後面二十個人不正常的嗎 那他就把正常的人 當不正常的人去送走了 這個一下子讓我感覺到 哦 他這個利益很高 這個小說 緩緩緊扣 他這個開門 題目其實太好了 那為什麼說這個呢 就是說 我們 也就是我們在 在觀察生活 所觀察社會 所碰到的 許許多的事情 你要從生活素材裡面 要提煉出一種 閃光點出來 提煉出一種閃光點出來 提煉出閃光點出來 如果你 你純粹是 純粹是 就是說 對身邊發生的事情 你聽之認知 或者是笑一笑看一看 不加思索的 不加再提煉的 把它 哪怕你寫成文學作品 那也就是一篇 非常平庸的製作 非常平庸製作 那麼 反過來就是說 有了生活 進來 有了生活素材 要把它變成故事 要把它變成小說 那個 裡面有很多的 技術問題 所以說 作家不是很好當的 不是說 一個博士畢業 就可以當作家的 一個葉京生畢業 就可以來當作家的 不是的 那很多作家 很多作家 他沒有受過高等教育 珍貴的高等教育 也不是不是 也不是研究生 但是他有 他有寫作的天賦 這個天賦是天生的 我今天不是說 我不是說迷信 但是寫作 寫作肯定是 一個人的寫作能力是天賦的 是天生的 但是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的個性 我的愛好 我的追求 這是後天的 比如同學們 以前讀數學的 到了大學裡 我變成中文系學生了 我對文學創作 我這一段很感興趣 那麼你就對小說這一塊 你就有吸引力 你就有感到力 那麼如果你一旦 掌握了這個寫作的技巧 把生活中所看到的 所聽到的 所自己親自經歷的事情 把它歸納成一種素材 演繹成一種文字 變成小說 那個就是你的高明之處 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任何一個作家 包括大作家 包括賈平娃 都是從一個文學愛好者 賈平娃也是個放牛娃 那個七十年代底的時候 賈平娃還是放牛娃 然後它除了一篇處女作 不是在我們上海文學發的 就在當地的一張小報發的 第二篇小說 乃至後來 一篇接一篇的小說 全部是我們上海文學發的 那時候它也是一個放牛娃 發展到現在 寫作文學改變的人生 它現在 賈平娃大家都非常熟悉 對不對 它的那個長篇名著太多 它現在是陝西省作家協會的主席 中國作協的禪物理事 那麼所以 作家其實也是從慢慢慢慢 就像一個蘋果 慢慢慢慢半清半熟 慢慢最後成熟了 創作也是的 所以我們在 積累生活素材的時候 我們 就是說 不要監獄求成 生活的素材很多 但是有一點 有一點非常重要的 就是 你要對文學要感興趣 要有追求要有理想 如果你不感興趣 你身邊的故事再好最多 你覺得是人家的 你不會把它去變成自己的小說 那麼 我這裡呢我想要講一個 西北大學的一個研究生 許毅 在寧夏的 西北大學在寧夏 這個學生 他就有很強的自我意識 他是學哲學的 但是他有一次寫了一篇小說 投給寧夏當地的兩家刊物 一些審刊 一個審刊叫樹方 樹方 還有一個寧夏自治區的世界刊物 銀川市的一本刊物 叫黃河文學 他們兩家的刊物的主編 我都非常熟 但是有一天這個女孩子就寄了一份打印稿 就是那個塞打印稿 然後在打印稿那個上方 一個空白的地方 寫了大概有四五十個字 他說邊界你好 我是西北大學學生許毅 他說這篇小說 這篇小說是我初寫的一篇作品 我曾經給兩家刊物看過 都退稿 但是我自己覺得很不錯 但是又得不到刊物雜誌的認可 我心裡面很彷徨 今天給你想請你看看給我提提意見 因為現在進來打印稿的這種機會很少了 現在因為網絡發達了 發電子郵件是最主要的 那麼巧的是這個寧夏這一塊是所以我看的 所以當我拿到這個稿子的時候 我還留意一下 我覺得這個人還挺認真的 邊上還寫那麼一些話 那麼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同學能把兩家刊物的一個退稿 而且人家那個編輯在上面還改過他的錯別字 他都沒有把這一頁把它刪掉改過 我就覺得這個同學他心態很坦蕩 一般的業餘作者也好 或者是專業搞小說創作也好 一篇小說給一家雜誌推了以後 人家編輯在上面改過的 或者留下一個什麼記號 一般的話 當一個作者收到這個原稿的時候 他會把這一頁重新打印 意思就是說這篇小說沒給人家看過 我給你是第一次給你 這個徐毅同學這個小說給我 我就認為這個同學心態很好 我就看 我看了以後 我看了第一頁 我就深深被小說裡的故事情節術感染 然後我覺得這篇小說真的是一篇非常好的小說 我就不知道這兩家刊物到底是這個 這個編輯是沒有好好看還是其他什麼原因 我馬上就發稿 而且呢我們那個領導馬上就批示 就是很快 我是五月份收到這篇稿子 我們七月份就把它發出來 而且是破例的 一個從來沒寫過的 小說的一個哲學系的一個學生 當時小說發出來 我要給他寄稿費寄樣刊 當時苦語沒有電話 他沒有你的電話 他就寄了稿子 就上面寫了西北大學研究生 不 我就打寧夏的114 找到西北大學 然後再轉到他們研究生部 然後他們老師接著電話 我就把我的意思告訴他 我說我想找你們研究生部的一個同學 叫徐毅 他說你是哪裡了 我說我是上海文學的編輯 他說你什麼事情吧 我就把這件事情的 遠遠遠本本的事情告訴他 哦 他這位老師很開心很激動 然後他就 過了五分鐘那個同學 那個徐毅就給我打電話了 他一邊打一邊哭 他說真的是假的 我說怎麼會假的呢 我說我是上海文學的徐大龍 我說如果你不信話 你上那個博客 任何人去上博客 把我的名字打出來 看看我是不是上海文學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就很 他就他也一邊哭一邊說 他說徐老師 他說真沒想到 上海文學的編輯 竟然能對這麼一個無名 一個作者 這麼用心 而且這麼快小時候就發出來了 他就告訴他同學 他同學都不相信 他同學說 第一 你是不是認識這個編輯 是不是有關係的 第二 第二就是說 這就是到底是真的假的 但是當我把那個稿費 把我這個樣刊寄到他手裡的時候 大家才知道 哦 這個徐毅 他寫小說的語言 這是他的天賦